亚虎新闻网10月31日文章 原题中国的太空雄星助推竞争与合作 中国发射了其空间站的最后一个关键部分 这是中国为成为太空强国而迈出的最新一步 孟天实验舱是中国今年加入天宫空间站的第二个实验舱 天宫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将航天员送上太空并建立空间站的国家 中国怀揣太空雄星 未来十年中国计划在月球南端建立一个基地 并在那里安装现场为哈勃300倍的寻天望远镜 中国还有从火星采集样本等其他目标 其中一些计划比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或欧洲航天局设定的类似期限要更早 中国太空计划的稳步进展引发美国政客担忧 一些人认为美国在这场新太空竞赛中落后 这让人想起冷战时期的言论 美国急于建立自己的月球基地 中方表示天宫空间站不会与国际空间站竞争 但随着后者2030年后退役 天宫将是唯一围绕地球运行的空间站 香港大学空间研究实验室的昆廷帕克表示 天宫甚至可能是美国决定推迟国际空间站退役的原因 竞争是好事有助于训练 有助于提高性能降低成本并更快地取得新发展 随着竞争加剧中美相互指责对方将太空军事化 中国的太空计划加剧华盛顿对于民用设施被用于监视和情报的担忧 但实际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有着与美国国防机构合作的历史 美国以安全问题为由 在2011年通过法律禁止中国加入国际空间站 曾在国际空间站工作的美国前宇航员交例中 哀叹美国拒绝与中国进行太空合作 而俄罗斯是美国的太空对手 却仍可将宇航员送入国际空间站 你不能说俄罗斯人没有试图监视美国 反之亦然 但我们在国际空间站的合作非常成功 因为在那里做的任何事都没有军事价值 不过俄罗斯计划2024年退出国际空间站 中国在1月份发布的航天白皮书中 强调与国际伙伴在空间科学与治理方面的和平合作 但一些人担心与中国合作会助长其军事力量 而另一方面 自2004年以来 欧空局和中国一直在交换 从欧洲和中国卫星收集的数据 以推进地球科学研究 欧空局国际关系部主任卡尔伯格奎斯特说 该机构认为 没理由不与中国合作 交换的数据不是用于军事用途 而是用于科研 我们的科学家能使用的数据越多 对我们大家就越有利 中国无意关闭其空间站的大门 天宫将向所有联合国成员开放 欧空局甚至计划让宇航员登上天宫 中国空间站的一位设计师表示 天宫是包容性的 能容纳非中国籍宇航员 自然杂志说 至少有一千项科学实验 将在空间站内进行 大部分涉及中国项目 但也包括来自肯尼亚 俄罗斯 墨西哥 日本和秘鲁等其他17个国家和地区的 研究人员领导的项目 美国的运行经验比中国多几十年 但中方愿意同其他国家合作 这有助于巩固其太空强国的地位 自2016年以来 中国已与19个国家和地区 达成46项太空合作协议 帕克说 我不认为中国想搞对抗 我想他们希望得到人们的喜欢 希望获得信任 不认为中国人员领导的